現在我們要回到OBS這邊來 OBS以前 我們都是這樣一個螢幕這樣用 可是其實 它有一個模式 在這邊叫做工作室模式 我們以前沒有講過這個 你看按下去有沒有變兩個視窗 變成左右兩個 那右手邊這個 跟左手邊這個 差別在哪裡?右手邊就是 正在播出或正在錄影的 Live 左手邊就是你正在準備中的下一個 這樣了解嗎? 你有沒有自己 有安排過一些現場活動或看人家現場活動 比如說現在 現在假設一個 節目好了 目前 有一個A歌手正在唱歌 那接下來下一個橋段是B歌手要唱歌 請問要不要請B先準備 要吧 對不對 不然等一下請B歌手上台 然後找不到人 那你們就開篇窗了嗎 對吧 所以呢 OBS 也有這樣子的工作室模式 就是就是說 你現在 你看它上面有寫 節目場景 就是正在 畫面上播出去的 就是右手邊的 然後呢 左邊的就是正在準備的那一個 好 所以我現在給各位看 比如說剛剛大家很認真的 在用這個廢支曲線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抓這個分頁 可以 你看我把它拿出來 好 記得喔 你這個分頁的大小 會不會影響到OBS抓到的大小 會 所以如果像我剛剛這樣子 我抓到OBS裡面 它就會變得比較小 這樣了解吧 如果放到全幕 它就是全幕好了 我先放到全幕好了 那我現在的OBS裡面 你看我來抓 一個 OBS 這個叫做視窗 確定 好不是我 是這個 當次抓到了 好確定 那你有沒有發現 右邊沒有看到 左邊有看到 因為左邊正在準備中啊 所以 我們如果 左邊準備好了 我就按 轉場特效 有沒有切到右邊去了 導播說開始 就把畫面播出去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說 我們現在請那位同學練習一下 那我這裡呢 我把我的畫面抓進來 我把我的畫面是視訊擷取 網路攝影機 按一下 確定 好 這裡有一個 確定 你有沒有發現 我的右左邊還是沒有出現 好因為我現在先請 那位選手 先在這邊先準備了 好準備好了 老實說 老婆 我準備好了 上場了 有沒有On了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了解 好 另外一個情形就是 如果有些時候 我們又用 我需要調整到這個位置 就是 你喜不希望你調整的過程讓人家看到 是不希望人家看到 對不對 我調整好了 來導播我們換一下 有沒有換過去了 這樣你知道你是導播了吧 這是第一種方式 這是第一種方式 就是我只有一個場景的時候 我可以這樣子 那 另外一種方式是 你可以準備第2個場景 各位 有沒有聽過進廣告 有對不對 所以 來 我們再抓另外一個 我把它拿出來 把它拿出來 一樣放到最大 那我告訴 各位 待會我們進廣告 我就是來放這一段 這裡 所以你看 我左手邊現在有沒有兩個場景 對齁 好 我們現在呢 待會我們要準備 休息 5分鐘 好我們進廣告囉 這樣子 有沒有主持人就可以走下來了 這樣可以嗎 因為畫面播出去就是另外一個螢幕了嘛 這樣可以接受 只能不知道什麼叫做工作式模式了 等於你可以同一個場景去做切換 我也可以不同的場景去做切換 看你自己的運用 所以如果你有片頭 有片尾 我可不可以做成一個場景 可以 那我就可以透過剛剛的方式 好我們今天 休息時間已經好了 主持人 已經準備就緒了 好我們準備導播 預備 3 2 1 大家好 我們要回到我們現場 有沒有感受到那種 氛圍了 老實講 拍 這個Live的 比較緊張 因為沒有出錯的空間 所以我們利用這種 工作式模式 可以讓你 就是 有一個彈性 你有沒有看過 現在應該比較少 就Live的節目如果遇到 比如說 現場狀況 或是斷訊 有沒有發現 很多節目 會自動進廣告 因為沒有的話就沒有訊號啊 現場也不適合播出去 那就 乾脆先進廣告 這樣 了解嗎 那麼 轉場 你可以選擇 不見得要用剛剛的 預設是淡入淡出 你有沒有發現有淡入淡出的效果 對不對 按一下 預設是淡入淡出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做切換 在這裡 他現在叫快速轉場 有沒有發現有不一樣的 你也可以直接卡掉 那預設是300毫秒 300毫秒情況是幾秒鐘 你要回推一下 他一秒鐘是幾毫秒 一秒鐘幾毫秒 國中有焦 國中有焦 一秒鐘1000毫秒 所以300是不是0.3秒 所以他轉場其實還蠻快的 如果你要拖久一點 可以自己 調整一下 這樣會不會呢 這個叫做工作室模式 工作室模式 所以 我們把它跟大家在這邊介紹一下 你就會比較清楚 什麼叫做工作室模式 那通常來講 當然我們還是鼓勵大家 如果OBS的話 有雙螢幕是比較好 因為你雙螢幕的時候我可以 一個螢幕播出去 另外一個螢幕 是不是就放 這個叫做導播機 這樣你了解嗎 也就是說我的導播機 有一次單獨一台螢幕在看 你看那個電視台也好 有沒有他們都很多台 那個螢幕在那邊 就是為了方便看 你切的小小的 是不是比較容易看不清楚 出錯的機會就比較高 好 這個是先跟大家 稍微分享一下 所以你看如果主持人先暫時休息 好我們就準備好再切換過去 就好了 這個叫做工作室模式